并没有说太多 她从来都没有把我说的话 放在心上 因为我跟她说过 我对待一份感情的底线就是 我不喜欢别人 跟我的女朋友闲聊 我很讨厌这种感觉 更过分的是在后面 然后我看到她的微信 她和一个男的聊天很暧昧 然后我还带了证据来 不是 你先等等 我们能看吗 因为是她的那个 对吧 可以看 可以看 我们看一下 哪个是你女朋友 右边的 这个 你那么大了怎么 给一个吻可以吗 只是想安慰 还有吗 没有 我只抱怂到这些 这个好像 不仅仅限于关心了吧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姑娘 你 难怪她那么担心 你的安全问题呢 这个是在微博上认识的吗 就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 发一条自己的照片自拍 然后微博认识的 后来又加了我是老虾嘛 就比我可能要大四五岁 然后她在贵阳的话 人脉比较多 那个时候我闺蜜在贵阳 只在找工作嘛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跟她关系弄好一点 就给我闺蜜找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我第二天 我并没有跟她讲什么 这不太好吧 但是我觉得 就她也知道我有男朋友的 因为我的微信里面 是有我男朋友的照片的 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 为什么她说你快点回来吧 她老担心 对 她从来没有帮我 就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每天至少要花五分钟时间 我跟她说 我说你不准跟别人闲聊 你不让别人靠近你 你也不去靠近别人 所以这个恋爱谈得累呢 谈着自己的恋爱 还得管着别人 时间那么大 哪管能过来啊 在她没有生气之前 她没有看到之前 我觉得自己的行为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只是发了一个 过激的表情而已 但是当她生气之后 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然后那天 我还一直跟着她 跟她道歉嘛 就跟到寝室了 她还让我滚 这么多人的面 她让我滚 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就真的太过分了 后来的话 我还是没有放弃 一直在跟她道歉 我都在操场上等她 那天在下雪 我都已经在求她了 她还是不原谅我 那后来呢 后来的话 就过了两三天吧 就那个时候 我也在工作也比较忙 然后就给她买了一双球鞋 就跟她道歉 说以后再也不会 这个样子了 后来她就原谅我了 但是我觉得她原谅我 她就要求我 要求做的更多 她让我跟别人 就聊天嘛 就三句话回复 就是第一是你是 第二句是有事吗 第三句我有男朋友 我答应她了 对 我 就聊到第四句的时候 是要重复吗 第四句就如果她再闲聊 就给她删掉 如果没有闲聊 就不管了 不回了 这是要求固定的 微信通信格式是吧 是 但我觉得这样子 也得分情况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么做了 然后我给别人发过去 别人就说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就讲了我的名字 然后他又讲了一句 然后我就说我有男朋友 然后那个人就说 你着什么急啊 我又不抢你男朋友 就觉得我这句 我有男朋友就很突兀 就真的很尴尬 还有一次 更可恶的是 我出去兼职嘛 然后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加了我 就也是学生嘛 然后可能是想 跟我一起做兼职 就是一起分享资源 然后那天回来 他就问我是哪个学校的 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都是很平淡地 回复过去的 然后我就把这个截图 给我男朋友看了 我心想他能表扬我 没想到他还很生气 他说我马上给他删掉 这个朋友是我第二天 还要见面的 删掉别人很尴尬呀 然后我不听他的话 他马上把我口口拉黑了 又跟我闹分手 我真的很生气 我觉得他太无力取闹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 刚才我讲的一个事情之后 就聊了一下这个事情之后 那几天我就很担心他 很没有安全感 我就加倍担心他那几天 然后我告诉他怎么做 他也没有按照我说的那么做 告诉别人 他有男朋友很困难嘛 我觉得 告诉别人 有没有男朋友不重要吧 重要是他心里有没有你嘛 他有了你之后 跟别人保持不保持距离嘛 这是重要的吧 我就不喜欢别人去靠近他 你这三年恋爱谈下来 觉得这女生对你怎么样啊 小伙子 对我还是很好的 那不就行了吗 你感觉他喜欢你吗 喜欢 在乎你吗 在乎 好了呀 但是我就觉得 他和疫情这些接触 让我很苦恼 别人跟我的女朋友闲聊 我很烦 我俩在一起第一天开始 我就跟他说过这事情 然后我俩三年了 一直都在说这个事情 他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改过 所以在女生的这个认识里面 是说我跟异性去正常地聊天 应该没什么 对吧 对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 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我们现在就是即将毕业了 我前一阵在考研嘛 因为他是保研的 然后我想不跟他拉开太大的差距 我想我们可以以后去一个城市 在一所学校里 继续我们的故事 但是他这些问题 让我就是很接受不了 让我很迷茫 对我们的未来 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那就好好考研跟他考在一起 不就完了吗 在那儿不一定能去那所学校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开的话 或者是异地的话 我不敢很自信地保证 我们的感情能否继续下去 等于马上你一毕业 就读研去了 是吧 对 然后你就面临着直接毕业了 对吧 有可能直接毕业 有可能就去读研 但我现在还不确定嘛 好 所以其实处在一个 在物理距离上 有可能被拉得很长的一个可能性 是这意思吧 对 就是异地嘛 而且他的这种性格 让我很不放心